好了,今晚跟大家講講2019年DSEM2的第二條 一條白狼謀題目 這條題目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有創意的 因為它歷史上第一次會把白狼謀的東西 都會放進去DHERMAN那裡問 其實不難的,不過問題是 你初到考試的時候,你會看到這條題目 都會有一點嚇到的 但其實你定過神想回來 就不是那麼難的 但這條題目也有些東西想提醒大家 尤其是PART B 因為同學生可能看著Marking Scheme 都不可能發生什麼事 我試用一個簡單一點的方式去解釋PART B 看看你明明發生什麼事 因為其實你也預料到 PIRLOMBE也會用這類的方式去問 那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它就說,有一個PIRLOMBEAL PX 你就是用DETERMINANT的形式去表示 然後它就說,乘開的時候 Coefficient of x 三次就是160 那是歐典型的PIRLOMBEAL文法 好了,PART A就叫你找回LAMBDA 你當然要乘開PX 用DETERMINANT 那你第一名可以做法 就是用打斜乘的方式 這個方向打斜乘的方式 就是乘,就是加 這個方向乘,就是減了 這個方向乘,就是減了 然後你計算到 如果你先沿著這個方向乘 這個方向乘 第一個應該是X加LAMBDA的六次方 然後另外,就有這個0 2乘0乘5 還有一個就是12 另一邊就是減了這個方向 這個應該是8乘X加LAMBDA的二次方 然後再加這個15 X加LAMBDA 還有你也有這個0 稍微整理好一點 就是X加LAMBDA的六次方 那就減8乘X加LAMBDA 二次方 再減15 X加LAMBDA 再加12 問題就是這條題目 它要你找一個LAMBDA 其實你不要那麼傻 就是你見到X加LAMBDA 你見到這條式 你下一步就會嘗試 爆開那些X加LAMBDA的六次方 X加LAMBDA的二次方 再去化解 其實就不要忘記 因為你要看一看這條題目 它給你160 是一個CoEfficient of X3 三次方 你會發現就是 無論在後面這一塊也好 這一塊也好 Constant也好 是沒有X3 這三塊的特色就是 它基本上是沒有X三次方的 term 因為它的次方太小了 所以你是完全不需要理會它 你在LAMBDA的角色裡面 其實你是不需要理會這一塊 即是你只關心前面這一塊 它就是X三次的 term 所以既然是這樣 其實你現在純粹是X加LAMBDA 六次方 那自然它的CoEfficient of X三次 就是6C3乘LAMBDA的三次方 這就是CoEfficient 這就等於160 所以其實這條題目 你不需要理會後面的部分 然後就會計算到LAMBDA的最後是2 那部分A結束了 部分B就找Pπ0 又是這個問題 不要這麼傻 嘗試爆開X加LAMBDA的六次方 然後再去做Defensation 可以的 不過會花很多時間 花很多位 你會聰明一點的做法就是 你要想一想 其實你爆開了這一塊是甚麼 其實你現在想一想 你這一塊爆開了 其實你會發現 它應該是一條Prinomial 而且重點就是 of degree 6 很明顯地 這個是Prinomial of degree 6 因為你看到最前X加LAMBDA是六次方 最前已經有X是六次方 然後就是一對五次方 四次方、三次方、二次方、一次方 即是說 例如是這樣的 其實情況就好像 你現在 Prinomial就是 AX的六次方 加BX的五次方 加CX的四次方 四次方 加DX的三次方 加EX的二次方 加FX 再加G 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用ABCD EFG 去做Defensation 如果我做Defensation的時候 如果我只看這一塊 去做Defensation的話 我D了一次的話 我D了一次 就會變成D一次 我D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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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D一次的話 它就會自然變成 就是 6AX五次 加5BX四次 加4CX三次 加3DX二次 加2EX 加F 接著我還要 再加X是0 接著我會加X是0 那你不就是 你只會 只剩下 就是 這個 F 因為你加X是0 基本上 這堆東西全部都 零了 零了 那只剩下F F是什麼 F就是 你本身 CoEfficient 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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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原來我現在 所謂的Pi0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就是 CoEfficient 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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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這樣 難找嗎 就不難找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哪一塊會有X 那其實就是 你會發現 這個會有 這個會有 這塊也會有,這塊也會有,最後的重點就沒有了 然後第一塊,x加lambda6次方,這個queficial x應該是6c5 再乘這個lambda5次方 然後,x加lambda的二次方,中間就要減8乘2lambda 再減15乘Lambda,所以最後會計算到145 我想解釋這個marking scheme,這個就等於Pi0 其實原因就是你知道px是一條prolong of degree6 所以你爆開它之後,就是6次方,5次方,4次方,3次方,2次方,1次方 這一次的時候,x次方全部減1,再乘x是0,右x的全部死了 那就剩下個fx這個位置,就是剩下個queficial of x 那這就是part B,這圖也挺有差的價值 因為其實將來可能會再用類似的形式去考 但其實你見到難度不是特別高,不過它真的比較怪 是一個新的題型,新的文法 希望幫大家吧!